建筑是有灵魂的水泥方盒子 能从科学技术到人文传统 由内而外映造出社会的围观镜像 台湾爱去旅行外景小组 要来分享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作品 让我们一起体验 截然不同的双雄建筑空间美学 我们要参观安藤仲雄设计的亚洲现代美术馆 以及伊东风雄设计的台中国家歌剧院 一窥国际级建筑师在台湾的建筑作品 在淳朴的台中雾风区 值得再三造访的亚洲大学 校园建筑雄伟 尤其2013年 安藤仲雄先生在台湾完成的第一座建筑作品 亚洲现代美术馆 特殊的艺术造型 更是吸引人再远也要前来观赏 一座建筑 功能 空间 形体 寓意 是基本指标 自学成才的日本建筑师 安藤仲雄作品 精神简单而神奇 安静而震撼 他擅长运用清水昏泥土 作为主要建材 立面造型多秉除华丽夸张的与会 以光 风 水等自然元素 融入四周环境 好地也是三角形 对 因为他这边的主题就是三角形 知名建筑师安藤仲雄 这是他的作品 是真的清水门 因为一定会有做这个模型 这个洞 因为要给他打 当时脱模的时候 一定要留的 要打这个钢筋进去的 然后清水门的接风 一定会有这种接风 引领气派 想移探究竟的亚洲现代美术馆 采用玻璃和清水模柱组成 整体设计以三角形 作为其核心理念 工法是全世界公认排名前五困难的哦 这个美术馆是以三角形作为 一个主要的设计 连草坪都是三角造型 整个墙壁都是用清水门 制造而成 非常的漂亮 是属于比较现代化的设计 从建筑物的配置结构 大到空间平面 小到开口天窗 到地平分割天花板等积电系统的整合 都涵盖在以三角形为思考之中 由V型刚构架支撑突出的悬壁下方空间 对日照强烈的台湾而言 正好形成如其楼般舒适的遮印空间 而大片立面玻璃与天井的失忆空间 让人忍不住会再次停留 亚洲现代美术馆 风格的氛围都是不同的 屋顶天窗的光线映照在清水混凝土墙面 所为宿的气氛 让观者心灵沉浸 一夜之秋 建筑是一个与天、地、人相连的领域 涉及的面非常广 同样秉持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 国际建筑大师伊东风雄 崇尚施法自然 希望把自然界规则应用到建筑上 我们接着要带大家去看看 由伊东风雄建筑设计的台中国家歌剧院 它拥有世界独有的美声寒动空间 由屈墙结构回溯而成的美声寒动 更是连结工艺、科技、文化、艺术、建筑等领域的创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